校内供应贩售的食品竟然是过期品 台南某间学校有学生26号买了学餐的饮料 结果发现上面的有效日期早就过期了 到社区网站发文才知道 其他同学也遇过同样的情况 校园食安出问题 卫生局进行稽查 确认过期属实 校方也将对厂商祭典处分 而才开学没多久就出包 也让人直说太夸张 学餐内各式各样早餐 摆满桌却传有学生买到过期品 上头有效日期 直到9月21号 学生26号投稿发文 写着早餐给过期的 而且过期一个礼拜会不会太夸张 我觉得过期太夸张 食安问题在学校 就是会比较更需要去重视 他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真的不想吃学餐的东西 其实也可以在早上的时候先去买 过期争议发生在台南一所学校 有人买到过期饮料 文章一出 没想到其他同学 也贴出燕麦奶 表示自己遇到同样状况 也有人抱怨价格不合理 最了解这家工艺的厂商 是8月新进 开学没多久就出包 卫生局有来机场 饮料的部分 它的批号过期 这是真的是事实 照合约该祭典就祭典 那累积了两次以后 照合约该 有怎么样的程序就会进行 卫生局介入了解 学生食品安全不可轻忽 现在就盼校方及厂商 能够多加重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上演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导 Ciao